課本從第三章開始都在講材質的拼貼 然後一直講到3-1 一直講到3-16 全部都在講材質的拼貼 都是傳統的 意思就是說比較簡單的 這個在上次都有講過 所以我不打算按照這個課本上的進度直接講 因為上次如果你有練習把真實的材質貼進去 那3-1到3-16應該就沒問題 那我們稍微講解一下3-17 它那個曲面貼材質的部分 因為在曲面貼材質它沒有辦法直接去做這個對位 所以我們要來試看看到底要怎麼做 我們先做一個曲面的東西出來 我們先這樣拉起來 那要做曲面我們必須在上面拉一個五線出來 藍色的 綠色的 對不起 然後把它往下拉 這樣 那做一個曲面出來 那如果我們只是在這上面貼上材質 你可以找 比如說選取某一個顏色 我們找顏色就好 比較簡單 我們找一個隨便顏色把它放進去 所以你會這裡有一個顏色 這個顏色你可以再去模型裡面 說我編輯模型裡面的顏色這個 這個編輯它 你把圖片放進來 我的文件裡面隨便找一個圖片 現在我是示範的 所以我找一個這個圖片貼進來 貼進來的時候它有尺寸 那假設大概是高度大概是300的話 好 你會看到它的圖片大概是可以這樣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那圖片我們貼上去之後呢 你可以看這個圖片它並沒有辦法讓你做這個材質的對應 沒有辦法 因為在弧面上沒有辦法這樣做 那所以我們必須在這個面上 這個面上來做動手腳 然後呢 選擇另外一種方法來做 我們再用顏色再把它貼上去 再貼入另外一個顏色 剛才那個示範只是告訴你 在弧面上沒有辦法調整顏色的位置等等 好 把這個材質的顏色放上去之後 我來編輯 一樣的我把這個 譬如說我放另外一張照片進去 然後這個只要150 剛才大概是這樣 150 好 顏色化這個意思呢 是只是把整個材質對應它這整個顏色 所以它在做顏色的表現的時候 它會挑這個顏色出來 好 這個材質的顏色我們就可以來做調整 它的位置 你可以把它調整到這個位置 它就幾乎是整張 剛才其實我大概就是抓這整張的 好 那就按右鍵完成 好 那另外呢 這個面的材質怎麼辦 我這個有之後我要把它投影到那邊去 所以要用 projection就是材質 它有一個叫做投射材質 好 那這個地方就會有 把這個照片做投射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做吸取 把這個材質吸取 然後就丟到這個面上來 它就會完整整個 像剛才各位看到這樣投射過來 投射的意思是它是幅度的 它會把這整個這樣投射過來 所以這背面的圖像就會跟這個一樣 所以它就可以整張 而且不用再調整位置 也就是說你利用背面調整的位置 然後這樣投射過來 所以另外一邊的弧面呢 就會有相同的材質 它弧面的照片才有辦法貼上去 不然的話 你弧面照片貼完 你沒有辦法去對位 你沒有辦法把它調整 所以只能用平的那一面 調整完再對過來 不過這個是在Schedule裡面 如果到Atlantis 有另外一種方法 來 請各位試看看弧面的方法 簡單再最後說明一下 最後做完的時候 project 就是把這個投射 投射完之後呢 再利用這個的吸管吸取 再滴到另外一面去 你可以看那個 梳上最後的兩個步驟